冯小刚今年要指导春晚 让他的人气再次提升一大劫 同时他的妻子也备受关注 两人已结婚14年 虽然没有生子 但他们的爱情依旧甜蜜如珠 近日有网友曝光了冯小刚 与徐帆14年前结婚现场视频 引发中网友围观 婚礼现场新郎冯岛一身帅气西装 霸气十足 新娘徐帆身着一条红色礼服 温婉动人 此外该网友还曝光了 两人被逼肯相交的截图 亮瞎粉丝双眼 大家纷纷感叹 这样闹动访让冯岛情和一看 徐帆曾说 最大遗憾是没与冯小刚拍婚纱照 不过从婚礼现场中 影迷还是看到了 令人羡慕一声的默契配合 徐帆与冯小刚相恋 被人说成是鲜花插在了牛份上 甚至还有人觉得 这场婚姻根本就是 徐帆为了棒大导演而做出的牺牲 然而徐帆却用自己真实的幸福 摧毁了所有谣言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为了名 也不是为了钱 只是因为爱情